M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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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可以叫我 請收集的 請收集的 Hello Happy Tuesday 這是我久違錄影片了 我就是也沒有做Vlog 也沒有做什麼是因為 我們這一個月回來然後就是照顧Mira 現在她去daycare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做影片了 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些 就是我們坐飛機的tips 跟回來調時差的一些tips 坐飛機的時候 Mira大概是 14個月大 那14個月大的 小孩呢她就是 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個階段 就在於說她好像 聽不太懂你說話 可是她現在又已經是有想法的階段 所以在我 做一些Google search的狀態下 我發現好像是 大概三個月 六到六個月是 帶上飛機 就是可能你會比較輕鬆的一個年紀 因為他們可能睡眠時間都比較久 然後他們也不會 想要一直走來走去跑來跑去的啊 然後想要一直跟你說話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階段呢 我建議你可以帶幾樣東西 第一是 如果你有她習慣的那個 防梯背的話 你一定要帶著 那Mira現在是平常我都不給她吃奶嘴的 但是只有睡覺的時候會吃 所以我就會帶著奶嘴跟 防梯背這樣子 那再來是如果她有很 依賴性比較大的 一些Base Blanket 或是一些玩偶之類的 你也把她帶著 在她睡覺的時候 她會比較好睡 因為對她來說 飛機上面完全是陌生的一個狀態 可以買一些就是 小的玩具 可以讓她在飛機上面玩 但是對Mira來說 她沒有什麼玩具 因為我們買玩具給她 她也不怎麼玩 她的玩具就是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東西 就是可能她看到一個遙控器啊 她看到一個枕頭啊 看到一個小東西 她都可以玩 所以我就沒有帶任何的玩具 因為就是我們要帶蠻多行李的嘛 所以我想說就節省一下空間 然後再來你一定要帶的就是小餅乾 因為他們在我們坐飛機的過程 大概十個小時嘛 還蠻久的喔 然後你也不能保證說 飛機上的東西她喜歡吃 所以你一定要帶一些小零食 那小零食最好我覺得多帶一點 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調食差上面就是 吃東西的時間比較亂了一點 然後你隨身帶著的話 也比較不會讓她有情緒不穩定的問題 你帶好這些東西呢 上飛機之後呢 上飛機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在坐上飛機的時候 你一定一定要先準備好你的小餅乾 因為在等待飛機起飛的時候 然後在起飛這個過程中 就是會有耳鳴不舒服 沒有辦法跟她說 欸你吞口水可以讓耳鳴好一點 所以你就讓她一直吃餅乾 你在起飛的時候就讓她吃餅乾 然後她就一直用吞咽這個動作 讓耳鳴的狀況好一點 那我會建議呢 你就先不要讓她睡 然後就跟著大家一起吃東西 因為我知道就是大概 我們是晚上11點的飛機 所以她大概就是7點多 吃完飯之後9點喝奶 大概上飛機12點1點再吃這樣 她其實也是OK 但你不要讓她吃太多也可以 但是就讓她有吃的這個動作 就讓她一直吞咽 然後讓她慢慢習慣飛機上的環境 然後讓耳鳴的狀況 有比較好之後 飛機上關燈了 大家睡覺的時候 再讓她去睡覺 我覺得這樣子 她會比較舒服 因為你也沒辦法知道說 她耳鳴的狀況 有沒有好了 或者是沒有好 那睡覺就是一樣 把我剛剛講的房梯背 她喜歡的玩偶 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先抱著睡 讓她熟悉一下 然後再讓她在 然後再讓她在椅子上面睡 這樣子 那大概睡起來的時候 大概就吃早餐了 我其實也是Google很多做很多功課 那其實很多人說 帶上飛機這件事情 對父母來說算是小事 因為真正的奮戰呢 就是調時差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可能坐飛機的時候 就可能就是那幾個小時 可是調時差的時候 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那可能你自己本身也有時差 然後再加上小朋友本身也有時差 所以兩個人都睡不好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調節這個東西 尤其是她又是在陌生環境下面睡覺 要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那在下面我也來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幫Mira調的時差 那她大概是 那她是6月15號上飛機 她在6月23號的時候 小睡跟過夜都正常了 她大概第二天到第五天的時差 是最明顯的 她第一天我們下飛機之後 她大概我們是晚上8點多到的 那我們回去弄給她弄個吃的啊 幫她洗澡 然後我們換床單 她整理行李做什麼做什麼的 大概11到12點睡 然後 11到12點睡之後的隔天 她其實時差非常的明顯 因為她睡得非常非常的沉 然後她大概 兩三點起來 其實她不太是會起來的小孩 就是她睡過夜都睡得蠻好的 但那一次就兩三點又起來 之後才再睡過去 然後五點之後就又再起床了 在這中間呢 其實她的routine就是一直這樣子 可能就是九點十點睡覺 但是還是五點起來 那她有一次就是 她的小睡很明顯就是 其實小朋友小睡 其實不會睡得這麼沉 那她現在這個小睡 真的睡得超級沉的 可能是因為時差的關係 Hello 今天是我們剛到了隔天 然後 我們大概 凌晨四點 起床 那酒店的時候 給Mira睡了一個NAP 到現在已經十二點半了 還是沒起床 我已經在她旁邊叫她 請她 然後她還是 完全沒反應 非常時差的嬰兒 Mira 所以 如果她有睡比較沉 我來看一下時間 她有一次 從下午五點睡到晚上八點 然後 所以睡到八點之後呢 我們大家就是吃飯之後 我們就大家去跑跑啊 消耗體力一下 就活動一下 因為那時候八點在Vancouver 夏天都還是天亮的到九點十點 所以其實蠻OK的 然後去公園玩玩消耗體力這樣子 然後就是十一點睡覺這樣子 然後一樣的routine大概就是五六點 然後慢慢慢慢到七點起床 我們大概到第七天去朋友家吃飯 她已經大概可以就是六點起床了 然後那天真是困到的不行 就是 呃怎麼講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我也很困你知道嗎 所以但是 我還是要幫她說 欸Mira你不要不要 Don't sleep Don't fall asleep 但是我自己其實也是超困的 所以我們就去陪我家吃飯 那去陪我家吃飯 我覺得是個非常好的方法 我們就一直到八點九點才回家 所以那一天呢 只有十點到十二點小睡之後 我們就沒有再小睡過了 然後就一直到十點才睡覺 正常的routine如果在台灣的時候 她是從九點差不多睡到九點或十點 那她大概下午會小睡一次 所以對她來說小睡一次就是足夠了 那我這次就把小睡提早 然後她晚上就覺得非常非常累 讓她晚上可以睡得比較好 可以睡比較久 就是讓她起來的時間慢慢延後這樣子 Mira起床了 M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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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概到第八天的時候 就是七點半起床了 那她大概十點四十到十二點五睡之後 她就起來吃午餐 然後四點到五點二十 她再小睡一次 然後我就真的你知道太困了 M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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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到不太好了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你 不要假裝喔 不要起來喔 大概就是這樣子之後呢 他的時差就慢慢慢慢 調回來 到現在 到現在他去daycare 八點到九點睡 然後也是八點到九點起床 然後小睡就是在 在daycare大概 一點到兩點之間 所以他的睡眠狀況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有幾樣的東西我就要提醒一下 就是第一是調時差的時候 不用怕睡不夠 因為他調時差的時候 可能十點十一點睡 他可能五點就起床了 這時候你千萬不要怕睡不夠 就是在調時差的 這一兩個禮拜 你要把時間 調到正常 睡眠時間為標準 就是你不用再去想說 欸他睡不夠怎麼辦 我覺得這些都沒有關係 只要調回正常時間就可以了 那他小睡大概 抓在一到兩個小時之間 那如果小睡他太長的話 千萬一定要叫醒 因為時差的關係 他晚上一定可能凌晨會起來 或者是什麼 那如果讓他晚上累一點睡 他會比較好睡 要睡之前的晚飯過後 就是你可以帶他去山散步啊 或是他有一些同齡的朋友玩 讓他可以 你知道玩到就是忘記時間 一定要一定要就是 帶他出去消耗 再來就是就算他現在有時差 但是他的三餐喝奶的時間 都要按照你的schedule走 那應該是每個人的schedule都不一樣 那我的schedule就是 他早上起來會先喝奶 再來吃早餐 然後午餐 然後大概在三點到四點之間 snack 之後再來送晚餐 那睡前再喝奶一次 所以就是不管我調時差 他幾點起來 五六點起來 我還是一樣先給他喝奶 然後一開始 我覺得前三天比較困難 但是可能到第四天開始 我覺得你比較要stick on this schedule 然後讓他知道就是 睡覺跟吃飯時間都是固定的 他這樣調回來的時候就會比較快 所以我覺得 雖然這是我第一次 但是我覺得調時差的效果還蠻好的 那就分享給你們 然後我之後的影片都會講一些 有關於教養小孩的一些話題 那他這個是延伸 就是這兩本書 就是bring up baby 我有買中文跟英文版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然後就是可以分享給你們 就是 現在mira都可以 就是一覺到天亮 他現在因為一直換環境的關係 還是會半夜哭醒 但是他都可以自己睡回去 然後都睡了蠻久 所以我想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過程 然後也希望 調時差這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們 ok 那see you next time bye